應該到這裏最後一條片 你由什麼都不懂 只懂得array和基本東西 到這一秒如果你都明白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你發覺這段曲和這段曲都差不多一樣 證明你都快來做完 我們還差多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很棒的 就是和你們的做法不同 你們是之前在一個draw那裏 叫他每次draw完 就由-1把y向上走 但有一件事不太好 就是你不可以讓它有不同的速度 因為你不是一個object 你不是用class來寫一個object 所以它沒有屬性 你draw的-1純粹是把y-1 你不可以set十幾二十個y 給不知道什麼來叫它動 但是如果用class寫program 就很方便 為什麼呢 我就可以在flow 因為你只是向上走 所以我其實就不用太多東西 只是一個y的speed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打斜行 你就要做一個x 我這裡有x和y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做一個y就算了 這個y的speed 你就可以set一個速度給它 那我就想每一個ball create的時候 都有自己不同的速度 是吧 所以我就會用random來做的 random用多少好呢 這個就是你自己決定 我見你們因為那個ball 是向上走的 永遠向上走的 那向上走一定是負數的 是吧 那這個速度就是每一次走幾遠的意思 而負數的話 它就永遠向上走的 是吧 那我們不要理會這麼多 我們就random 譬如你想好 那個慢和快的差距很大 你就可以譬如用 3的 然後就加1 這個我之前都解了 在上面 那我也快解了 因為你的ball 慢到最慢 不會停在這裡不動的 是吧 那所以你就不可以這樣打3 或者打2 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 2 不要3 剛才我也是打2 免得太快 你打2的話 如果它random了0的話 你打個ball 那個ball會不會走的 或者它0.01 就會走得很慢 是吧 那所以我想慢到極 它都走一個pixel 好像你們那些 那所以我就random2加1 如果random到0的話 0加1就是1 那所以它最小就是1 如果random到1 1加1就是2 那就是說每一顆ball 很有趣的就是 沒有了 3個試一下什麼效果 慢到最慢呢 它都走一個pixel 每個frame rate的時候 快到很快的時候 就走三個pixel 好嗎 但是這個random很有趣的 它做了之後 最後是正數來的 正數是向下行的 負數向上行的 所以我乘回負1 就將所有的正數 變負數這樣解 你這樣做的話 你有那個y speed 它就會懂得向上走 理論上 不過這個是一個屬性 來的 就是說如果它要走的時候 它走什麼速度呢 是吧 就是這個速度 所以它不會真的走 我們又要create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叫move 好嗎 不要叫movement movement是 不對 move才對 叫它動 我首先跟它說 看著這顆球 我本身有個position y的 x定了不動 y就要改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一次refresh draw它的時候 我想用這個speed 的數值 它本身的數值 可能是-2 可能是-1 不要管了 就改變這個y position 它的圓位就會退歪了 所以屬性是很重要的 每一顆球 自己記住自己的y position 我知道每次將這個y position 透過speed 每一個人的距離速度 來改變它 那就行了 所以你這裏呢 其實你就這樣寫y pose 等於y pose 加你的y speed 那就行了 當然啦 如果你這裏不想-1的話 你這裏改作減好可以 你這裏不想乘負1 你這裏變成減好 一樣的 明白嗎 不過就是看你想用 這個邏輯是怎樣的 那所以呢 你每次叫它move 它就真的會動的 那我們現在試一試 這裏都寫得沉了 不用兩個for 需要兩個for loop呢 不知道需要兩個for loop 我試一試一個for loop 看看行不行 不行才兩個好嗎 move 這個名字不同了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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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 看一看拆開是否會有分別 應該好像未必有分別的 我猜 不知道啊 看看應該一樣的應該 對 有上有下 所以不關事的了 這個其實一行就可以了 不用 就是for loop一個就可以了 不用兩個 這裏寫了 所以我都會update回來 一顯示完 就叫它move 下一個位置 是吧 好了這個move 亦都不能這麼簡單 是吧 你看到呢 我做了一些手腳 就是會detect到它去到最底尾 或者去到最頂尾 如果去到最頂尾 或者最底的話呢 我們就會將它的位置swap 去正變負負變正 所以這裏呢 就打個if if應該都學過了 是吧 你如果學到array的話 if都未學就真是慘了 就有兩個情況 兩個情況都要check 要是看看它是否大過的高度 要是看看它是否小過 但是呢 大過和小過都要做些東西的了 如果那個y position 就是這件東西 是大過height 大過height的意思呢 就就是說呢 它那件東西呢 是落到最底的已經 明白嗎 不過呢 你不可以就這樣說落到最底的 要不然呢 它的球是會去到中心點 一半才會彈上去的 我我我我我解給你聽了 假設呢 那個球去到這個位 這個位 它是不會彈的 它是會去到這個位才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height是這麼高的 而那個球的中心點 大過height 它才會上上 所以這個是錯的寫法來的 你一定要呢 是要將height 減回它的radius 減回radius 減回radius 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你有個球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高度假設是400 減回那個球的高度的一半 那就是那個球是去到這裡 我就要它反彈了 所以一定要將它高度減回radius 因為那個球自己本身都有大小的 是吧 如果它是大過或者 或小過 那這個就很容易的 那小過0就可以了 那0就是不用了 就是0 加個radius 這個是相反而已 是吧 就是當那個y position一直向上走 去到0這個位 不過0要加回radius 就是那個球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它就會倒轉走 那加0就是等於不用了 那所以呢 如果y position是小過radius 或者那個y position是大過radius 高度減radius 我就要它向反方向走 反方向走很容易的 就是把y speed 剛才我們y speed是乘負1 是不是 我們叫它再乘多一次負1 要乘的等於負1 這個是縮寫來的 你可以這樣寫也可以的 y等於y speed乘負1 那它就會將y speed乘負1 正邊負負邊正 因為y speed是它的屬性來的 本身它是負數向上走 只要它detect到 點任何一條邊 負邊正正邊負 那樣的話 它就會做彈彈波的效果 但我不知為什麼 它有些向上有些向下 可能我打錯了些東西 不過你都會見到它彈彈波 是吧 那我就check check y speed 就random 這裏我做錯了 這個因為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就要加個括號 首先做了random的數 然後才最後乘負1 那它就永遠是負數的 否則如果不是就會有時正有時負 現在全部向上 還有速度有些很快有些是很慢 這樣才是精靈的 這個講了這麼久 這個不要用了 因為這個是比較 不是很適合的 寫得 這個寫得好少少 那我再給這個b4boy的boy版大家 好嗎 今天到此結束了 搞了我很久 不過呢 你們有心機學我也有心機教的 是需要有心機學生 到來 那一邊 我們選擇 過分 感谢观看